來幾個禮拜還這麼緊張 中間好像有一點 不太肯定 對 是 不過這首卡塔車 也勾起大家很多回憶 現在的小朋友幸福 卡塔車有一位小孩子量身打造 我記得我們小時候學卡塔車 必須要從中間穿進去 我們是騎大人的腳踏車 小孩子現在有各種年齡層的 腳踏車大小 所以從中間騎歪的 對不對 妳為什麼選卡塔車這首歌 有一點點感觸就是 以前在念書的時候 有喜歡一個女生 也想要追求她 就會趁機在下課的時候 騎這腳踏車 看看有沒有機會遇見她 騎腳踏車怎麼追得到女生 因為以前只有腳踏車 念書不能騎摩托車 不能騎摩托車 還是學生時期 後來有載到她嗎 有 可是因為我一直太害害羞 沒有告白 所以有點遺憾 所以就想念這段戀情 對 怪不得這首歌其實甜蜜蜜的 但是她剛剛唱起來有一種 是 因為想到後悔沒有告白 就停滾一下 對 我們首先請到周志平老師 這首歌算是一個小品 它沒有很困難的唱腔 沒有很高的範圍 可是最大的優點就是 這首歌襯托妳很暖很暖的聲音 讓人家聽到妳這首 妳的聲音是 唱出來是讓人家很舒服的 當然在比賽的時候 唱這種比較沒有難度的歌 它可能分數不見得會太高 可是老師說 她打動了我 謝謝老師 我給妳還滿高的分數 謝謝老師 要不是 妳中間好像睡著了還是 在想別的事情 還是在思考人生 又想到當時沒告白 想到那個女生 這一點是很重要的 唱歌就唱歌 不要唱到一半思考人生 好 謝謝老師 然後這首歌 老師好 你把它當成一個很舒服的小品唱 可是這首歌其實不是小品 這首歌其實是一首滿大的歌 我聽過作曲者曹宣斌 他也是一個很好的歌手 我聽他在現場唱過大概七八次 這種這首歌 每一次他唱到第二遍的時候 都是重口味就出來了 他需要這首歌在現場 把人家唱到流淚 讓聽的人 為聽到的這首歌 會有想哭的感覺 所以他後面放得非常開 那你呢 就是整首歌 你就把它用縮的方式去唱 連高音你整個都是收的 所以一首大品 很大的歌被你唱出很小的味道 所以我覺得這是很可惜的 好 謝謝老師 低曉雯老師請 仁豪今天這個歌 今天選擇比較收斂來唱 其實你今天唱得很不錯 但我們聽得有一點不過癮 是這種感覺 但是我覺得仁豪今天 在主歌的部分 其實低音的部分處理得很好 表情也很細膩 努力為你改變 卻並不了預留的浮現 以為在你身邊 那也算永遠 我覺得今天真的很不錯 只是副歌就覺得 你那個收斂會讓很多的修飾 覺得有點過多 然後尾音有修飾的過美 所以他的情緒會覺得有壓抑住 很克制 沒有真的彰顯出來 我覺得這個是仁豪還要再去體會的 再來一個就是你習慣唱尾音的時候 會比較脫長 所以聽多了會覺得比較膩 尤其在國語歌裡面 我們比較不常用這樣子的唱法 在台語歌是比較常見的 我覺得整體來說 我其實相當喜歡 我覺得這是這幾週來 你表現得很好的一首歌 然後俊豪 雙豪對決 對 好 我覺得俊豪 不管是唱歌也好或是外賢也好 真的就是比較斯文型的 比較溫情派的暖男 今天選到卡塔加這首歌 還真選對了 因為這首歌完全避開了你的缺點 謝謝老師 好 所以今天這個歌 我認為表現得不錯 因為你原來音色就很好 你拍子的觀念 音準的觀念也都很穩定 基本功其實是不錯的 但是你最大的缺點是什麼 你最大的缺點就是你的力度不夠 尤其是唱高音的時候 需要情緒往外推的時候 你其實常常是縮回來的 偏偏今天這首歌 沒有這種部分 這個歌從頭到尾比較平時地唱完 就像騎腳踏車 而且是復古型的腳踏車那種感覺 所以避開了你的缺點 那也可以說你選舉選得相當成功 但是 你要注意 這是續航力的問題 好 這樣子的歌不是太多 明白 所以碰到了別的歌 只要主歌 副歌的層次拉大的時候 你的缺點就跑出來了 好 謝謝老師 接下來我們來看 陳仁豪這首歌能獲得幾分 評審請給分 美生小王子 陳仁豪 這首歌可以得到的分數是 70 80 90 90 91 小數點是多少 恭喜得到91.2分 91.2分 接下來我們看 徐駿豪能獲得幾分呢 評審請給分 我們的暖男駿豪 可以得到幾分呢 70 80 90 90幾 90 小數點是多少呢 得到的分數是 90.8分 謝謝老師 從上週到現在 他們都還維持在90分以上的成績 相當不錯 接下來我們介紹三號參賽者 陳仁豪